你滿不滿意自己現在的淑靈生命狀況呢? 滿意的?舉手 你滿意自己現在的淑靈生命狀況的? 哇! 很少人而已 只有兩、三隻手而已 大家真謙虛 其實我們作為牧者 我們這麼多年都看到很多頂姊妹 可能她初初信耶穌的時候 她很熱心的 很多追求的 但可能到某一個程度 她們就開始停下來 我們通常這段時間叫做瓶頸位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瓶頸位? 就是瓶最窄的就是頸的位置 下面就塞住了 又不上不下 又衝破不了自己 突破不了自己 如果在公司 可能你覺得我們的業績 這幾年都在瓶頸位上面 意思就是說沒有什麼突破 如果是教會 可能我們等於這幾年 人數都沒有什麼增加 失去了很久 這個就是我們的瓶頸位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的屬靈生命 可能都在一些瓶頸位裡面 塞住了 突破不了自己 我嘗試今天我們看一段經文 看看兩段經文如何教導我們 我們可以突破自己的瓶頸位 讓我們的信仰更上一層樓 好嗎? 我們一起看一段經文吧 馬學呼音第十四章 一至九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一二三 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 怎樣用詭詐捉拿耶穌殺他 只是說當日的日子不可 恐怕百姓辛亂 耶穌在八弟尼 掌大麻風的西門家女 坐席的時候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瓶瓶 至高的珍拿達香膏來 打破玉瓶 扒高囂在耶穌的頭上 有幾個人心中狠不起悅 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 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 周制窮人 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 耶穌說 由他罷 為什麽難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 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是盡他所能的 他是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預先囂在我身上 我實在告訴你們 普天之下 無論在什麽地方傳者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 以為紀念 我們一起祈禱 多謝天父上帝 讓我們今天仍然有生命 仍然活著 仍然在這個世界上 可以為你工作 可以享受你為我們所創造 所預備 你所賜給我們的事 多謝你今天是主日 是一個分別為聖的日子 我們應該來到你的面前 讓這段時間單單是屬於你和我 讓我們在這段時間裏面去明白 去深思神力 在神力所記載的每一件事 是為了我們的好處 也讓我們在這段時間 把我們的憂慮可以放低 而且是因為我們經過一個星期的生活 事實上有很多東西 是佔據我們的心靈 佔據我們的思想 以致我們不能夠彈出空間 在這段時間 讓你的說話 入到我們的生命裏面 主求你煉悶我們 我們向你懇求 多謝你 聽我們討告 奉耶穌的名字 阿們 其實這段經文 大家很熟悉的 也可能聽過很多次 但這段經文 我相信不是很多基督徒做到的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 耶穌說到的話 以後無論你們在哪裡傳福音 都要述說這件事 無論以後你們在哪裡傳福音 都要述說這件事 即是說這件事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特別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傳福音的時候 跟傳福音一樣重要 究竟這件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以致你每一次傳福音 都要傳揚這件事 我剛才講過這段經文 是我們很難做到的 但耶穌又偏偏說 你們傳福音的時候 要說這件事 究竟難在哪裡 它的重要性又在哪裡 其實如果我們要了解這段經文 我們不可以不了解這段經文的背景 就是當時猶太人的歷史背景 原來古代近東的人 每逢有一個人 他在世界上活過幾十年的寒暑 正所謂武功都有盧 如果他在地上 後面死了之後沒有人覺得可惜的話 他們就相信這個人的靈魂 就不甘心離開 你想想如果這個人死了 他的靈魂不甘心離開 都挺恐怖的 經常在這裏纏著 纏著你家 於是死者的家人 就為了讓死者安心的離開 他就會為死者舉行一連串追悼的儀式 而這些追悼的儀式 可以由一日到七日那麼久 古代近東沒有雪櫃 沒有懶藏 沒有防腐劑 你說如果把屍體留在家七日 怎麼辦 臭到人都不會來幫你奔喪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個所謂的告屍的儀式 什麼叫做告屍的儀式 首先他們就會清潔那條屍體 你知道人們死了可以很噁心 大小便都出來 他首先會清潔那個屍體 清潔之後 他們就會用香料去膏抹那條屍體 而用香料可以是非常昂貴的 可以非常昂貴 當那些香料塗完之後 他們就會用果屍布包住屍體 所以你記得耶穌復活的時候 他說空墳墓裏面有果屍布 就是這件事 清潔了屍體 塗了香膏 包好了 於是他們有一個舉哀的儀式 那怎麼樣 因為他們相信如果一個人死了之後 你不哭 那個靈魂又不想走 死者的靈魂又不願意離開 就是那些喪家請回來的 所謂的職業的喊驚婆 因為你知道 如果喪家家人有人過身 那些眼淚在親人未知之前都會哭乾 到你來的時候可能已經沒什麼眼淚了 那沒什麼眼淚 死者又不願意離開 那怎麼辦呢 於是他們就請這些喊驚婆來幫他們哭 代替喪家就在那裡哭 那當那個死者聽到靈堂一片哀聲 於是他就會很順氣 那他的靈魂就離開了 所以其實耶穌這件事跡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之下 是發生的 聖經說 瑪莉亞 其實如果你看其他的經文內篇 她就說 其實這個女人是叫瑪莉亞 瑪莉亞 聖經說這個女人 瑪莉亞是在耶穌安葬的事 預先 將香膏塗在耶穌身上 那什麼叫預先呢 什麼叫預先呢 是不是就耶穌死呢 他不是就耶穌死 原來在猶太人的傳統裡面 就好像中國人一樣 當一個家庭裡面有人離開世界的時候 就會由家裡的長輩 或者聖低的男丁 就開會了 開會決定怎樣處理這條屍體 究竟要舉哀多少日呢 他們會開會 那你知道瑪莉亞是女流之輩 也都跟耶穌無親無戚 他亦都不是十二個門徒圈裡面的人 所以他是絕對沒有機會 絕對沒有可能 在耶穌安葬這件事上面 有任何的意見的 所以他就把握你的機會 在耶穌還沒去世之前 就為耶穌塗上這些香膏 所以耶穌說明 他是為他的安葬 而預先去做的 是預先去做 意思就是說 瑪莉亞這個女人是把握著機會 他是在找時間 盡快地去做 這個就是預先的意思 不是就他死 他不是就耶穌死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故事 最關鍵的問題 就是 究竟這個真拿大香膏值多少錢呢 原來這個真拿大香膏呢 是一種由東印度很稀有的植物的根 和勁提煉出來的一種的香油香膏來的 聖經說這個香膏值多少錢呢 三十兩銀子 你 那是多少錢呢 那就是多少錢呢 聖經說真的多少錢啊 就是多少錢呢 有 聖經說 是一個人 一年的工資 原來這一瓶這樣的香膏 是一個人一年的人工這麼貴 請問澳洲一個普通工人 一年賺多少錢呢 我不是問你 澳洲一個普通工人 一般工人一年賺多少錢呢 五萬左右 五萬左右是稅前 五萬至六萬 六萬左右 我問你一年的人工賺多少錢呢 不用回答我 你自己心想回答 你自己一年的人工是多少錢呢 找到答案嗎 你不知道問你老婆可能她知道 我不知道的 我的錢都給我老婆的 你問問她 是一個普通人澳幣 我們現在是澳洲 大概六萬元的人工 六萬元一瓶的香水 倒在耶穌的身上 你會不會啊 你會不會啊 如果你今天拿著六萬元 去到Maya也好 David Jones也好 買不買到一瓶六萬元澳幣的香水呀 買不買到啊 塗開香水的那些啦 我有基督的香氣 我不用塗的 啊 塗開香水的那些呢 你可不可以用 應該這樣說 買不買到 有什麼一瓶這麼貴的香水 是六萬元澳幣的呢 我相信沒有啊 我相信沒有啊 沒有一瓶香水貴到是六萬元澳幣 那麽厲害的啊 所以呢 整個故事的發展情節的重點就在這裏了 就在這裏了 這個故事的背景 那麽我們看看這個故事的內容是什麽 好嗎 那麽當這個女人 將這個六萬元澳幣的香水 倒在耶穌身上的時候 耶穌怎麽說呢 耶穌說 這件是一件美事 是一件美事 那麽原來呢 在當時的猶太人裏面呢 當時的猶太國家裏面呢 當我要讚揚一件事 或者一個人好的時候 他會用兩個字去讚 要是呢 就好 就是good 好 意思就是說呢 對的 對的 合格的 合理的 在常理上面 在價值上面是對的 好 那我用好這個字 如果合格 五十分是合格 它就五十分 但原來有另一個字呢 就是那個美字 就是耶穌這裏用這個字 美字 是可愛的 是美麗的 耶穌說 現在馬里亞做這件事 不是好 是美 是美麗的 不是單單是合格五十分 不是單單是合理對 是好 是在好之上的 是一百分的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為他所做的 不是單單緊緊滿足於合格 是對 合理 在一個這樣的程度上面 因為 真正的愛 不是向人交代的 不是向人交代 不是問對和錯的 真正的愛 不是問對和錯 愛是沒有觀眾的 愛是沒有觀眾的 也沒有第三者 只有你和那個被你愛的人 我強調不是男女間的愛 是真愛 我只是真愛 也不需要向人交代 所以愛一定是 在竭盡所能之後 再加多一點點 是竭盡所能之後 再加多一點點 是要求自己做美的事 而不是要求自己做對的事 明不明的分別 真愛不是要求自己做對的事 真愛是要求自己 在對方身上所做的事 是美的事 是竭盡所能之後 再加上一點點 永遠都覺得自己不足夠 唯有當我們沒有了愛的時候 我們才會退而求其次 只是求自己做一些對的事 我們只求不會被追究 只求不會被責難 明明自己 或者可能你回想自己有時都是這樣 為什麼這麼多影圈裡面的明星 他們這麼多所謂愛情的故事要公開呢 為什麼他們經常要向第三者交代呢 因為真正的愛真的不需要向第三者交代 因為只有你和你一個被愛的人 會不會因為他們裡面是沒有真正的愛呢 因為他們裡面是沒有真正的愛 所以他們覺得需要向第三者交代 今天我們回到教會 我們回到教會越來 我們回到小組越來 我們似乎那個美的感覺 越來越少 就是取而代之的就是 只是求自己所做的事是對的事 是對的事 只求不會被教會摘難 只求不會被誤會 我們在教會越來 我們越來越少 感覺到有一個美的感覺 有一個美的味道 我們越來越早 我們越來越早 就是對的事 只求問心無愧 你發覺這樣的教會 頂姐妹之間的關係 是不會彼此珍惜的 是不會彼此珍惜的 更加譚上彼此相愛 當我們能夠彼此珍惜 我們頂姐妹的時候 當我們珍惜對方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只是要求自己做 對或者錯的事 我們不會見到頂姐妹的時候 只是留意到她 她今天的衣服有沒有奇奇怪怪呢 她的東西有沒有說錯呢 她究竟說什麼呢 而是我們更加會留意對方美的一面 我們會欣賞對方 我們會稱讚對方 甚至我們會多謝我們頂姐妹 你會發覺頂姐妹之間 越來越多美的味道 而不是對和錯的味道 我們都不需要經常 只是為自己去解釋 去辯護我做的事是對 還是錯 唯有當我們沒有這種美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才會退而求其次 要求自己做對 還是錯的事 甚至我們對神也是這樣 我們對神也是這樣 我認為 一個人年紀越大 翻得教會越來 越老年的基督徒 不是指他越少做錯事 是指他越來越懂得 有一種技巧 就是當他做錯的時候 不會被人當場抓到 頂姐妹我們是不是這樣 我們是不是淪落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你可能覺得我很嚴重 不過我恐怕我們的心態 越來越是這樣 我們越來越懂得 為自己辯護 為自己解釋 我們成為一個這樣的基督徒 因為我們只是看到對和錯 我們只是看到這種關係 直到我們人與人之間 頂著自己頂著自己頂著自己 沒有這種美的感覺 沒有了 只求對著小組住 只求對著牧者住 只求對著教會住 就算了 因為我們實在沒有了那個真愛 在竭盡所能之後 再做多一點點 那份的美 而這樣的美就是耶穌所說的那份的美 而不是僅僅合格 僅僅50分就算 這是第一 耶穌說這個女人為我所做的一件美事的意思 第二 真正的愛永遠是奢侈的 真正的愛永遠是衝動的 我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我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如果你 送一個二十萬的手袋給我 我寧願你給我二十萬 我用一個膠袋給你裝著 每年的二月十四 是什麼節 情人節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女士 無論是幾多年幾都好 很幸福地 充滿笑容地拿著一束 情人節的鮮花 是不是 當你見到一個女士 在那天 拿著一束情人節的鮮花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哦 幸福 既羨慕 又妒忌 是不是 哎呀 我這個壞鬼男人不送給我 我男朋友也不送給我 我們很羨慕 但其實我們又覺得 這麼蠢的 這個男人 情人節的鮮花 你知道多少錢一支 你知不知道給平時貴多少錢 起碼十倍 可能平時你買兩元一支 那天要買二十元一支 這個女人死蠢 又蠢又幸福 是不是 真的又蠢又幸福 我們會這樣想的 那天明搶的 你都去買 當你看到現在這個女人 為耶穌所做 可能我們不要這樣想 可能這段經文 就給我們對這支玫瑰 有一個新的了解 因為這段經文教導我們 愛是不計算代價的 我們只是會專心 一意地做一些 能夠討好對方的事情 我再強調不只是男女的關係 我自己是一個真愛 原來愛是不計算代價的 而且愛是衝動的 情人節今天不買 什麼時候買 幾大都買 今天買和你平時買 對方是兩種的感覺 愛是不計算代價的 愛是衝動的 而且愛是最大的遺憾 就是怕失去機會 因為馬利亞知道 耶穌很快就不去 馬利亞很怕失去這個機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這女人這麼麻煩 要打破這個香膏 為什麼不怕玻璃刺到耶穌 是不是 就是浪費了一個瓶 那下次再買都可以 為什麼 為什麼要打破這個瓶 因為其實這也是當時的背景 因為如果你那件事 是專門給一個人用的 你是全然為他的 你要讓其他人知道你只是為他的 你就會打破那個香膏 而且第二個意思是說 你是毫無保留 一點都不保留 盡情地為他 這個是打破第二個的意思 那你就明白 為什麼這個女士要打破 而不是扭開瓶 慢慢幫他查 是因為他表示 他是全然的 只是為耶穌一個 沒有為第二個 也不會留給其他人 一點都不留的 去為耶穌 就是耶穌在走這條十字架的路 上面 他知道 他的人生最終是會引向十字架 所以你覺得耶穌走這條路 是否辛苦 他越走得近 他又越害怕 越辛苦 你說買耶穌是神 你又怎會怕 你看耶穌在下西馬連的祈禱 你就知道他怕 你就知道他覺得辛苦 當他越接近這條路 聖經說如接近了 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近了 十字架這個影子越來越重 十字架不是一個影子 是一個事實來的 而這種害怕 這種黑暗 是直接好像一把刀一樣 刺入耶穌的心靈裏 而耶穌在這段 在他人生的末路裏 唯一的安慰是甚麼 唯一的興奮是甚麼 他的心靈唯一在那時候 能夠被提升 就是我們英文說 是甚麼時候 就是馬利亞這個衝動 就是馬利亞這個衝動 當我們的愛變得根根計較 當我們的愛變得現實 當我們的愛變得諸多顧忌的時候 這種愛就失去了它的味道 已經不是美了 已經不是美 就失去了它的香氣 已經不香 門徒知不知馬利亞所做這件事的意義呢 門徒見到馬利亞這樣做的時候 聖經說他們有兩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是甚麼 心裡非常不高興 憤怒 心裡在心裡生氣 不高興 繼而呢 將這些不高興 表達了出來 開始說話了 他們其中一個人這樣說 如果你參考他的經文 他是門徒來的 嘩 這個香膏可以買三十兩銀子的 可以用來周制窮人的 為甚麼不這樣做 第二 為甚麼一下子就打爛這個香膏 圓轉到耶穌身上 那麼浪費 何用這樣枉費呢 浪費不浪費些 可能還有一句他不說了 你這樣做 你浪費甚麼 門徒為甚麼要責備這個女人呢 門徒心裡為甚麼這麼不高興呢 而且 把這個不高興 還罵出口 但耶穌卻是站在這個女人那方面 究竟門徒明不明白 馬利亞所做的事是甚麼意思 而從門徒講這三句話 我知道他們當然不明白 明白就不會這樣說 是吧 門徒絕對不明白 馬利亞為耶穌所做這件事的意思 第一 他說 何用這樣枉費呢 何用這樣枉費呀 其實他的意思是說一個天平 一個天平呢 如果兩邊是平衡的時候 就不會斜在一邊 現在問題是天平歪在一邊 歪在一邊 那個香膏呢 就坠下去 而耶穌在那邊呢 就是呢 上升的 意思是說 喂 馬利亞 你壓在耶穌身上的駐馬太大了 你失去了平衡啊 你收不回三十兩銀子的回報的 你拿不回一年的人工的 你這樣做 所以是不值得的 你不值得為耶穌這樣做啊 明白了吧 你不值得為耶穌這樣做 意思是說 他們看重那個香膏的價值 多過耶穌 他們看重那個香膏的價值 多過我們和神的關係 但是 耶穌是不值三十兩銀子 耶穌是不值你那一年的人工六萬元 第二 這個香膏可以賣三十兩銀子 意思是說 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 任何的情 都可以去衡量的 但他們不知道原來唯獨愛 愛是不可以用錢來衡量的 為了愛是不可以用錢來衡量的 為了我們對耶穌的愛 我們和耶穌的關係 是不可以用錢來衡量的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錢很多東西買不到的 是不是 錢可以買到藥物 買不到健康 錢可以買到一張很美很舒服的床 買不到你的安眠 錢可以買到很多把鎖鎖住你的門 但是買不到你心裏面那種的平安 很多錢買不到的 如果錢可以買到的東西 那些是second hand的東西 藥 食物 是不是 物質的東西 但是買不到你真正需要的東西 買不到 重要的是 如果你還以為錢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的時候 錢可以衡量一切的東西的時候 就好像在市場 每件事都是它的價值 我給多少錢就可以得到這件事 是不是 但是唯獨 我們對神的愛不可以用錢 來去衡量 如果你以為錢可以衡量的話 其實我們會在一個低級的世界裏面 我們仍會在一個很 很幼稚的世界 第三 為什麼不用這些錢來周制窮人呢 意思就是說 可以交換的 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更好 是不是 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更好 兒子呀 考試了 不要看聖經 讀書就更好 是不是這樣 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更好 怎麼這麼辛苦 在教會侍奉 這樣就更好 是不是 我們以為可以交換 甚至門道也以為可以交換 但是 我們有沒有想過 原來 唯獨 愛 你是所死的一個對象 你是單單愛他 你不會看到別人 比那個更可愛的人 愛了他 對不對 多少老公老婆 比你自己一個更好更可愛 但當你唯獨愛你的妻子的時候 你的丈夫仇 你不會因為其他人更可愛 你會愛了他 將你的愛給了他 愛是不可以交換的 愛不可以交換 所以門徒說 耶穌不值三十兩銀子 耶穌不值我們一年六萬元的人工 不要用 我們可以用錢去衡量 我們以為可以用錢去衡量 我們對耶穌 甚至我們可以以為交換 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更加好 耶穌怎樣回答他 耶穌的回答其實很淒涼 耶穌用第七節來結束 他們的移民 耶穌說 其實我時間不多 其實這個答案很淒涼 是很悲傷 好了 我們可以怎樣用這段經文 我們怎樣用這段經文 是不是叫我今天拿一年的人工 買一瓶香水 然後奉獻出來 是不是叫我們這樣用呢 甚至我們說 是不是要我奉獻一年的人工出來 甚至我們以為 就是是不是如果我奉獻之後 我就可以名流清史了 就像這個女士一樣 為什麼耶穌要把這個故事寫在聖經裡面 為什麼耶穌說 以後凡你們傳福音的時候 都要傳講這件事 什麼事寫呢 耶穌難道你要我們愛你 愛你破產 你才開心嗎 今天 還哪一個 可以拿一年的人工來招呼你 耶穌 如果我們仍然這樣問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仍然有一個 用多少錢 多少的角度來看我們和神的關係 是不是 我們仍然有一個很屎賄的態度 我們仍然有一個金錢掛稅那種的同神關係 去看我們和神 我們仍然專注於這個數量上面 我們仍然專注於金錢上面 我們仍然用這些東西來衡量我們和神的關係 但是 好 就算你做到 你真的用了一年的人工來奉獻給教會 我相信你這樣做都是沒有香氣的 因為你仍然在交換 你仍然在交換 什麼叫做打破玉瓶呢 為什麼耶穌說馬利亞所做的是盡他所能呢 打破玉瓶是什麼意思 我剛才說過 為什麼很多時候我們的信仰去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我們就停滯了 不能夠再前進 好像一個瓶被瓶頸塞住了 不上不下 就是因為當我們說我們相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沒有把那個自我來打破 我們沒有把那個自我來打破 當我們來到耶穌的時候 我們仍然放不下那個自我 我們仍然把那個自我封密得很厲害 我們不讓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裏面 不是一年的人工啊 是你沒有把自己放下 打破那個自我 有很多人 即使我們信了耶穌 我們在神的面前 從來都沒有打破我們的自我 我們仍然一生地守護著我們的自我 我們不讓其他人 甚至我們的神 入到我們的生命裏面 其他人甚至我們的神 只是在我們的自我外面 游游蕩蕩 走來走去 我們一生守護著我們的自己 沒錯 你的自己可以是遠風不動 那個自己的肉瓶 永遠都是你的堡壘 沒有人能夠達到你的自我外面 沒有人能碰到 沒錯 你的肉瓶是完整無損 但是同樣是無法發揮香氣 同樣是無法發揮香氣 當我們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 當我們不能夠放下自己的手 我們仍然是一個人覺得 你對你沒有什麼味道 或者沒有什麼興趣的人 因為你已經不開放自己 你已經是封閉了自己 如果我們能夠因為神的愛 我們用信心在神面前 放下我們自己的時候 打開我們這個自己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生命就開始變化 我們的生命開始變化 當我們的生命開始變化的時候 其實你的香氣就出來了 別人就可以從你的變化裏面 看到你的香氣 聞到你的香氣 這個是我們要應用這段經文 第一個可以應用的地方 不是拿一年的人工出來 是要放下你自己 放下你自己 第二 我們投放在耶穌身上的東西 永遠都不是枉費的 永遠都不是不值得的 門徒有一個說話令到耶穌很傷心 當耶穌去接受馬賴的香氣的時候 門徒竟然說 為什麼要這麼浪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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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奉獻給耶穌的東西是浪費的 奉獻給耶穌是浪費的 門徒是這樣想的 每一年的大學 考試大學放榜 很多人都拿99.9分 拿100分 而這些人 你知不知道他們的賤是做什麼 99.9分 100分的賤是什麼 衣相 還有呢 還有什麼 律師 金融財俊 商界那些結出人物 如果你問心 如果你的兒子考到99.9分 他告訴你 媽 我要做傳導人 你怎麼說 哎呀 兒子很浪費 問心 我們會不會這樣說 可能我們會的 這麼浪費 是不是 接著我們就會說 將來做醫生 一樣可以榮耀神 是不是這樣 何用這樣枉費呢 旁邊的誰 他剛剛合格 他也是基督徒來的 你鼓勵他去做傳導人 是不是 我們說上帝是榮耀尊貴的 為什麼上帝不是應該得到 最高等的奉獻呢 那我們就自打嘴巴了 我們常說上帝 或者神在我們心裡最重要的那位 但我們偏偏把那些次等的東西 來奉獻給他 何用這樣枉費呢 浪費 意思就是說耶穌不值得 你這樣為他做 耶穌是我們創造的主 耶穌是我們生命的主 我們說耶穌是天下無敵的 萬有的主宰 為什麼耶穌得到的 已經是最尊貴的呢 為什麼我們不把最好的給他呢 其實你看回我們基督教的歷史 看回基督教的歷史 我們基督教的歷史就是用很多 我們以為何用這樣枉費的人寫成的 基督教的歷史就是用很多我們以為何用這樣枉費的人寫成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誰叫韋斯利若翰 韋斯利若翰他是牛津大學的其中一個院長 他是英國上流社會的政治人物 但他偏偏選擇了騎著一匹馬 用他一生56年的時間去傳導 很多人覺得 很多人覺得 嘩 何用這樣枉費呢 如果你真的在上流社會裏面做得政治人物 那你影響的人就更加多了 何用這樣枉費呢 這個我們熟悉了 法蘭西斯 作了一首詩歌 他本身是一個貴族出身 他差不多要被封為貴族 他可以食朝廷的俸禄 但他偏偏選擇了一個乞丐 去行乞 他一路行乞 一路體會貧窮的生活 一路去傳福音 何用這樣枉費呢 那你是朝廷的官 你朝廷的俸禄 用那些錢來周制窮人 便可以了 何用這樣枉費呀 這樣對這個世界更好 我們不需要這個世界多個乞丐 第三 史懷哲 這位的宣教士 他有三個博士學位 無論音樂 神學 醫學 都是第一名的學生畢業 他偏偏 是選擇了 去做一個 大職的醫生 去到非洲 去醫治那些黑人 何用這樣枉費呢 你不做醫生 那你就做音樂家 作曲都不知道多少人受惠 做個宣教士 是自和 何用這樣枉費呢 近一點 路雲 這位寫了很多靈修神學 很多靈修書籍的 比較近代的神學家 一個神學院的教授 博士 他辭去神學院的職位 去到一間 就是方舟 一間 專門服侍 低能 弱智 的人 的院舍裏 去照顧一個病人 叫做阿當 何用這樣枉費呢 其實這些人的身 他們不單單為教會 改變了教會 甚至他們都改變了當時的 社會風氣 改變了當時的社會 但這批人 卻是在很多人的眼中 認為 何用這樣枉費呢 一班這樣的人 今天 我們仍然記得 韋斯利 約翰 史懷哲 我們仍然記得 盧雲 就是因為 這些人 他們突破了他們的生命 將他們的生命 奉獻給神 於是我們就能夠感受到 他們生命那種的精彩 感受到 他們生命那種的 與眾不通 他們並沒有用何用 這樣枉費 來圈住自己 不能夠讓自己 在信仰上面 更上一層落 最後 這段經文給我們 第三個應用就是 獻你現在有的肉憑 獻你現在有的肉憑 盡你所能的去做 耶穌肯定馬利亞所做的 他說 他稱讚他 這個也給我們很感動 他說他一件一件美事 他是盡他所能去做 可能你覺得 我又不是史維治 又不是韋斯律有汗 又不是路運 我怎麼做到這些事 你是不是這樣想 我是small potato 我做不到這些事 耶穌這裏給我們一個秘訣 馬利亞所做的 是盡了他所能的 是盡了他所能的 等於有時我們沒有為神 已經賜給我們 我們有的恩賜能力 作出肯定和欣賞 他是為自己未有的東西 賴三賴四 你有沒有試過 我沒有這件事 當然做不到 我沒有Edmond唱歌那麼好聽 那我就不唱歌敬拜隊 我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就不做 我們沒有肯定自己已經有的恩賜 有的能力 我們只是為自己沒有的東西 在這推三賴四 不知道馬利亞會不會這樣想呢 哎呀 如果我生了21世紀就好了 好像你們這樣 有這麼多好的道廳 有這麼多好的書籍看 有這麼多好的講完去解經 那我就會更加明白真道了 不知道馬利亞會不會這樣想呢 或者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想 哎呀 如果我是馬利亞就好了 我可以生起第一世紀 哇 和耶穌一起 見證著耶穌行神職 我肯定信心會天天爆磅 肯定天天靈性高潮 我肯定跟耶穌跟得很緊 就是因為我不是親眼看到耶穌 就是因為我不是第一手資料 見證到耶穌 所以我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肯定自己現在有的能力 卻是為自己沒有的東西 推三賴四 打破肉瓶是什麼意思 不是要等待一個 你還沒有一個肉瓶 以至你有一天可以打破 而是打破你現在已經手上 你已有的肉瓶 明白我的意思嗎 啊 等我有這件事 我就為耶穌了 不用啊 我就為耶穌打破 不是啊 好像馬利亞這樣 盡你現在有的那些 你現在有什麼就在這件事裡去為耶穌 就是打破你這個肉瓶 我們不要一直寄望自己沒有的東西 我們以為當我有這件事就會好些 不會好些的 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不去奉獻 當你有錢的時候你一樣不會奉獻 你信不信呢 啊 如果我買六合彩中了 我又用多少回來教會奉獻 購堂了 你不會的 你不會的 你現在有的那些你都捨不得了 當你有這麼大筆的時候 你更加捨不得了 是不是 不在乎你沒有什麼 是在乎你現在手上擁有什麼 弟兄姐妹 這個就是馬利亞所做 盡他現在有的東西 弟兄姐妹 上帝 我們的神 從來都不會要求一樣 你沒有的東西 叫你奉獻給祂的 是不是 你沒有唱歌 因此祂沒有強硬叫你去唱歌 上帝 我們的神從來都不會要求你 給一件你沒有的東西 你都沒有 我都沒有 你叫我怎麼給祂呢 很多時候我們有一個笑話 我們經常是基督徒說 我要將這個世界奉獻給神 我從此不再愛世界了 開玩笑 你擁有了世界嗎 你連一條街都沒有 可能只有一間房子 兩間房子 我們連一條街都沒有 為什麼我們說要將這個世界奉獻給神 我們都沒有這件事 我們現實一點 將我們有的東西奉獻給神 那我們現在手上有的是什麼 我們有的是什麼 我們有的是什麼 弟兄姐妹 有哪一件事 你現在給神的 不是神給你的 是不是 你現在想要的東西 哪一件事不是神給你 其實你發覺我到現在都未解決一個問題 未為大家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耶穌說 凡是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都要傳說這件事 為什麼呢 這樣這個解釋成為我們的結束 當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 他是要服侍人 為人犧牲 耶穌來到世上的目的 是服侍人 為人犧牲 而瑪利亞來到這件事上面 是為了服侍耶穌 為耶穌犧牲 看不看得到耶穌 想我們看到一個對比 瑪利亞是用她的一生 盡她所能的 去為耶穌做一件美事 正如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面 都盡她所能的 為我們做一件美事 你願不願意為耶穌做這件美事 你願不願意 你對神的信心 你信仰的路途上面 可以更上一層樓 你願不願意突破 你信仰上面的瓶頸位 答案就在這裏 我再強調 不是叫你拿一年六萬元的薪金回來奉獻 是你要打破你自己 打破你的自我 放下你的自我 為耶穌所奉獻的不是犧牲 耶穌是借你現在為你所做的 當我們愛耶穌的時候 當你真愛的時候 我們不甘於做一些對和錯的事 我們做一些美的事 美的事 是揭盡你所能之後 再加多一點點 最後 是獻你現在 神所給你 好實在 你有的事 不要等 等你有另一個欲評的時候 獻那個欲評 不是 是你現在的欲評 讓我一起祈禱 天空上天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先愛我們 以至你提醒我們 我們應該用你對我們的愛 去回應你的愛 多謝你來到這個世界上面 去服侍我們 為我們的犧牲 但是我們都能夠 像馬里一樣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面 去服侍你 去為你做一件美的事 神啊 你知我們的軟弱 你知我們的難處 你明白我們心裡的弱點 的缺陷 神啊 你知我們不足的地方 求你憐憫 主我們只要求你 去憐憫我們 多謝你 聽我們的討告 奉耶穌的聖命 阿們